嘉義市的城隍廟慈善會頒發清涵孝清獎楷模助學金 表彰了72位逆境天使 其中有名國二的學生宋維森 雖然中度發展遲緩 但是他好努力克服先天障礙 每一天堅持苦練一到兩個小時的碟碑技藝 他也成為嘉義市唯一的身杖碟碑國手 11月份將會前往韓國的光州 參加2023競技碟碑亞錦賽 繼續的為國爭光 神性專注迅速把杯子一個個往上疊再往下收 動作乾淨俐落 他就是讀國中二年級的嘉義身心障礙碟碑國手宋維森 一個眼神交會說出父子倆的絕佳默契 雖然中間一度出了小插曲 但宋維森迅速找回手感發揮實力 那緊張了 來再次 宋維森因為出生時缺氧造成中度遲緩 從小由父親撫養長大 儘管如此在宋爸爸的陪伴下 宋維森努力克服先天障礙 從小五開始每天利用午休跟下課後的空檔 苦練一到兩小時的碟杯終於在國中一年級時成為碟杯國手 今年四月宋維森還跟其他五位特教國手到新加坡參加比賽 獲得三金四銀四銅的優異成績 逆境中仍然堅持不懈的精神 也讓嘉義成黃廟慈上會頒發孝卿助學金給他 我要特別恭喜能夠被選出來 被推薦出來 您真的是很優秀的 你遇到任何的困難 你都可以面對挑戰 而今年十一月宋維森也將繼續前往韓國光州 參加二零二三競技碟杯亞錦賽 期盼能夠繼續為國爭光 記者蔡純吳嘉儀報導